计算机上的数字1和数字8坏了 要怎么计算 336乘以18 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再买一个没有毛病的计算机 真的啊 计算机坏掉就要买新的啊 老师说 那还有必要问吗 老师 那请问你这个题目 还有必要出吗 你的口袋有 323个冰糖 289个棉花糖 134个棒棒糖 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 跟124个棉花糖 98个棒棒糖 请问李雷现在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答案 有糖尿病 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 跟124个棉花糖 跟98个棒棒糖 要吃多多 真的会得糖尿病欸李雷 老师你不信你自己吃吃看那么多糖果欸 会甜事欸 比我还甜欸 真讨厌 你能仿造课文用像写句子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我像一只狗 小朋友我想请问一下狗分很多种你是哪一种 请问你是哪一狗还是狼狗 我个人是老狗 哇哇 20几岁应该不能叫自己哪一狗 很不要脸欸 我是老狗 猜猜我是谁 我减去27后是68 我是小猴 我加34后是69 我是小熊 哈哈哈哈 我减去34加67 我是小猴 第八题 掰掰手腕说说感受 写几句话 看一下答案 累死宝宝了 来我来试试看后来掰一下手腕 真的累死腰腰宝宝了 掰手腕好累累哦 妈妈的钱包丢了 急得像没有吃饭的猪一样 呵呵呵 你要确定妈妈会开心欸 老师请你打电话给妈妈 叫妈妈 处罚一下 作文写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 要求 1.语言节俭 句子精练 2.故事必须以悲剧收尾 3.不限制数 嫁给我好吗 滚 这个悲伤的故事我个人很爱 因为毕竟 妖妖女王有很多人想要嫁给我 但是我都叫她们滚 但是帅的可以哦 妖妖女王只要帅的 请用以下词语造句 好吃 看一下 好吃个屁 哈哈哈哈 这个小朋友很拽哦 他一个好吃个屁 我整个很爱 因为妖妖本人就是 拽着一门 我很拽哦 简单题 如果你是土豆种植户 面临亏损你会怎么做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 我会改行 真的这个没错啊 妖妖的YouTube如果进行亏损的话 妖妖也会转行 最近就有一点小亏损哦 台湾达恩秀 推荐这个有值得创作者 你有发现其他更去造工钱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达恩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点击下方 点击下方